是不是有天堂 是不是有极乐世界 我相信科学技术再不断向前发展 会有一天真实 科学家相信真有不同空间如此存在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 天堂地狱跟我们是不同为次空间 如果有能力突破 你就看到了 用什么方法突破 宗教里头用禅定 禅定能突破 同时我们也想到 为什么会有空间为次 它是从分于执着分出来的 出现这种现象 如果分别执着没有了 空间为次就不存在了 科学今天证实 时间空间不是真的 这个发现 好啊 大乘佛法里面不承认 时间空间是真 时间空间 在大乘教里头说的是什么 抽象概念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事情 是属于抽象概念 所以 清静心恢复了 这个界心就突破 六道里面的问题就解决了 平等一心出现 连六道之外的 四圣发界也突破 真正能得到大定 恢复到自信本定 不起心不中意 变乏界时空间 你全看到了 对对对对对对于 他的项目